上个视频,我们选择并加入了集团 这种视频,我们来看如何收集制作 轻易发射器所需要的材料 鱼油 鱼油可以通过分解地图捕捉到的鱼类 或者不鱼的话,我们就需要购买鱼叉 要购买鱼叉,我们必须有地图的声望才可以 通过集团控制台,我们直接传送到西图斯的孔村处 在这里,我们领取一级的赏击任务 这个赏击任务比较简单 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很轻松的完成 任务完成后,回到西图斯 这样,我们就有了奥斯坦的声望 可以用来购买鱼叉 而且,同时,我们还获得了均衡仲裁者的声望 只要咱们运声望没有达到上线 你做任何任务的时候 都会同时获得效忠集团的声望 和你效忠集团为同盟的集团也归获得声望 而与它敌对的集团则会解声望 回到西图斯,快速传送到鱼人海渡处 浏览它的商品 使用声望购买皮拉姆鱼叉 同时,最好还要购买一个光亮产料 它可以让水中的鱼高亮显示 以方便你捕捉了 购买完鱼叉后 记得要去针鞋库装备上 钻鱼地点的话 阿里亚建议你去 港阿图特湖的中心岛位置 这里不容易刷新敌人 可以安心的钓鱼 承受宣服法来到中心岛 打开工具栏 装备上佩拉姆鱼叉 将光亮燃料扔到水中 要扔光亮燃料 刑犯按住2B探键的同时 按下B键 屏幕的右下角会有按键提示 稍微等待一会儿 便会有高亮显示的鱼出现在水中 捕鱼时 鱼叉的转型要瞄准 鱼的升级稍微向上一点步 鱼在游动时 把它要踢的增加一点提前量 如果很久都没有鱼刷新出来 可以跳入水中刷新一下 当你抓到二三十条鱼的时候 就比达文系组碎了 快速传送到鱼人海路处 选择分解鱼类 将所有的鱼都闪装 并且分解 点击确定 这样我们就获得了鱼油